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龙哥 今天的话给你们分享一些这个小龙哥今天又淘了一个好宝贝啊 2022款的最新款的m2处理器的ipad pro 而且是那个大尺寸的12.9寸的 今天淘的这款机器呢 性价比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香的啊 这款的话是12.9寸的256G插卡5G版本的 这款机型怎么说呢 对比国航来说它的差价啊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平板在使用方面 这个是不分版本的啊国航和美版他们都是一样使用的 它不像手机一样手机的话是可以插卡的话 它有什么分什么单双卡 但是平板的话它只是用来用来一个移动办公的啊 不能用来通话 所以说在使用方式在使用方面的话他们都是一样的 啊一个手给你们拍摄啊 多多见谅看到没有非常的耐死啊 最新款的M2处理器的用它来做一些大型的视频剪辑啊 包括一个3D图案的一个设计啊 都是都是这个怎么说呢 那个词怎么说呢 是不在话下啊不在话下 12.9算的第六代啊 美版的256G 插卡的 还有一个512几的512几的那个我暂时没有拿 那个都要八九千的啊 压压资金压的太多了看到没有 家里面的就是这些库存太多了 拿个一个先卖的啊 这台机器的话咱们是7500拿的啊 是一个二手啊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二手 只是一个盒子 没有了这个充电器了 一套20瓦的充电器 要一两百块的 这个的话可以后配啊 主要是咱们讲解一下这个机器啊 平板的话就是这个就这样子啊 就这样子如果说懂行的啊 看一下这个配置表 大家就都应该懂不懂的话 也简单的给你们科普一下 iPad系列的话 他分这个数字系列 迷你系列还有 嗯air系列还有一个pro系列 尤其是pro系列是iPad系列里边的旗舰款 就相当于这个苹果14一样 14max一样 他们有一个区别的 像这些的话都是最顶级的这个啊 国行的话要一万多的 目前这款二手的也得八九千 像这款的话咱们是七千多 想一下这个价格差别就非常的明显了 ok我是小文哥 有了解更多手机行情的持续关注我啊 每天给你们分享不同的数码行情